植物提取物必須兇討服用,保健食法每天2個,進階食法每天8個。 服用腦健能提高腦筋的靈活性,增強記憶力及視力,活化腦細胞,燃緩長者的記憶力,舒緩情緒緊張,提升觀察力及敏感度。 產品查詢熱線55379521 第四節回來了,我們繼續說吧,剛才大飛說了一個經驗,之前也說過就是,工人如果不想老闆請他,會怎樣? 是呀,那不適合做,那樣東西。 故意試工時打爛你東西,這樣吧。 老闆那時候我見工是這樣,因為那時候我中援,他一定要去勞工處上一個堂,又要再培訓,人肥。 是呀,那為何我說再培訓,拿個錢,我就想過,那又譬如可以,他那時候因為拿中援,他特定你一個星期有一天呢,他跟你賺完工,然後要去見,一定要見的。 要簽的,那你去。有介紹信,但永遠不知道為什麼呢,去到那些態度惡劣差,那些人,是嗎? 是啦。 叛逼啦,遲到啦。遲到啦。 是呀,你覺得我不會做這份工的啦,跟老闆講那些生氣啊,這樣。 是呀,那總之呢,就沒有的,那但是呢,我也都見過有些老闆,是根本上不會請你。 沒錯。 但是他又不知道為什麼他一定要登,在老闆上登這個廣告,他接待你來見。 是呀,就很神奇,是嗎?這件事。 說回補充老闆計劃,那其實,要是政府會查這些東西,那些老闆就會做些古怪的東西啊,等一會見不成功。 就是,剛才說的嘛,兩個最重要的元素嘛,第一個就是本地高人有尊受業嘛,第二個就是請不到人的時候,怎麼辦呢? 就是輸入外奴,他就令到那些人不肯做咯。 那些最厭惡,最難做的東西,你等這些請不到人咯。 不過倒一會吧,那就輸入外奴啦。 那問題又出現了,因為這些的,那政府有時候怎樣呢? 我現在講回政府的壞事,好嗎?講一下政府的壞事。 其實在這個,有一句說話呢,叫官商勾結。 是。 是指些什麼呢? 是指政府,即一些地產,大財團,有錢人,是嗎? 即他的政策傾斜的,方便他,例如投地,什麼的,那些什麼的,那些什麼的。 那個引渡條例的什麼,37變了28,是嗎? 就是類似這樣,那些,撕走一些來傾斜他。 大家有沒有聽過一個新的名字,叫官農勾結? 還沒有。 怎樣勾呢? 真的不知道。 就是這樣說,在這個補充的計劃裏面,真是官農勾結。 老實說,如果你是個小老闆,你想請一些人回來的。 那政府說,哎呀,本地公民有錢收入,就放蛇啦, 找人來什麼什麼。 接著打電話問工會,工會就說,哎呀,這一行其實我們呢, 有很多人在這裡,可以請的,接著就寫死老闆,你沒有需要輸入。 故意在你黃昏的時候,你沒有客人的時候,走進你的家裡, 你沒有客人的,你都讓不起人的。 是。 你那些工人病了的時候,就說,哎呀,原來你沒有這麼多本地工人, 你盤數不行,這樣就不給你了。 再說一說,當你財雄勢大,或者是這個的,就是你舉足輕重。 是。 影響社會很大的時候。 或者你在朝中認識人。 好做官。 更好辦事啦。 是啦。 那他就會做一些事情了。 例如,講一個例子, 跟著那些不能開名, 但是全部都是事實。 我敢對燈火發誓。 是啦。 給大家聽。 剛才不是說過有一個case的嗎? 石工是不是不可以輸入? 二十六公斤。 石工的意思就是鋪雲石那些人。 戒石、磨石、砌磚砌石那些人。 這些是一個叫什麼? 植肺病的高危。 是啦。 很容易有工傷。 即是那些都吸了粉, 進去。 肺塵埃、沉著病那些東西。 鹼皮柳那些。 不行。 計劃不行的。 但是不知為什麼呢? 我告訴你, 在遙遠一個很大的島, 比香港島更大的一個島, 那裡有一間的宗教的場所。 他前面有個大紅什麼什麼。 即不是大紅叮噹, 是大紅什麼什麼。 他前面有一些雲石鋪得很漂亮的。 是。 有一天, 那裡的主持人就說, 哎呀, 我要修緝。 是啦。 大紅什麼什麼, 前面那個廣場就要轉做雲石, 很漂亮的。 因為那些善信很需要, 即參拜佛祖。 那他親請輸入, 是不是理論上不行? 是。 但是不知為什麼, 有一個政府部門收他申請, 竟然呢, 竟然呢, 因為一封信寫進來, 他不是說封山, 他以前封過山, 但是不是跟著封山。 不像阿羅師傅那些封山, 不是那些。 那麼呢, 他呢, 方便他呀, 就說很緊急呀。 他就說, 我不用要輸入兩年那麼久, 我輸入三個月而已, 找人來趕工, 起那個大紅什麼什麼, 那個地方。 是。 結果呢, 跟他突快批核, 接著呢, 這個政府部門打電話給工會, 工會就說, 做這一種, 不知道玫瑰什麼叉雲石呢, 我們就不懂做了, 無端端。 是呀。 接著就輸入了, 那麼早三個月, 三個月不夠, 還extend了三個月, 這裏什麼叫做, 那些宗教場所呢, 那一盤掃都幾耐忌的, 很多人去吃齋, 很多收入的, 參拜呀, 什麼什麼什麼, 李嘉誠起了個新的, 他舊那個就坐在那裡, 李嘉誠那個神仙就站在那裡, 就是那一道地方, 第一樣東西, 所以呢, 有宗教背景人士, 那些是不是人大政協來的? 是,沒錯。 那些人大政協來的, 或者那些人是什麼, 有優惠呀, 又可以呀, 那第二樣東西, 現在, 製衣香港還有沒有呀? 沒有的原則上, 沒有什麼呀, 好少呀, 全部都是用來做板房的, 一板房, 很高檔做板, 或者做那些好少那些, 老實說, 最厲害的那些, 去了外國做一件, VGG, 支持幾十萬, 十幾萬, 幾萬元, 以前還有些車衫的, 還有些車衫, 但是問題呢, 想起二十幾三十年前, 七幾年還有很多人車衫, 八幾年還有, 九幾年開始少, 其實那時候呢, 很多車衫女工是未死的, 是的, 這樣呢, 就有一間, 炒COTA的公司, 那些, 他又輸入外奴來的車衫, 因為他在香港還要養住, 他有COTA, 他一定有, 有些生產才有COTA賣, 其實他是賣COTA出身, 但是他一定有一個廠房在那裡, 好像在你辦公室附近的, 現在不知道我有沒有在那裡, 那些東西, 阿伯姓林的, 他那家人, 然後兒子很喜歡玩女人, 這附近我們很多都有, 兒子很喜歡玩女人那些, 他們怎樣呢, 又輸入, 車衫工, 老實說, 車衫工不是不讓你不行, 但問題是什麼呢, 九十年代, 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 那些師奶還未死的, 還有很多師奶懂車衫的, 那就走去試工, 但全部都不行, 全部都不合格, 車三十年那個不行, 說他先輸入, 一定要輸入大陸, 或者愛迪勞工, 那時候吵, 職工盟曾經拘捕大隊, 帶一班師奶, 不知道是師奶, 還是工聯會, 帶一班師奶, 走上去那裡踩場, 直接帶四十個師奶來, 車輸完之後, 全部都死了, 不知道為什麼, 今天吵, 如果這樣的時候, 有很多師奶來見工, 都不請, 那我們是不是不應該批給他, 是, 但不知道為什麼批了給他, 很神奇, 都說了, 很多工會, 還有很多勞工組織, 經常說, 反對輸入外勞, 還有, 經常擔心, 你們今天商界, 就說, 哎呀, 我遵照你的規則, 其實, 法律, 辣, 是要被人走的, 很多辣, 辣可以走到, 還有, 有辣, 不是, 有規條就一定有辣, 是吧, 是呀, 很有趣, 結果呢, 還要突快輸入, 給他一年, 緊急, 不知道為什麼很緊急, 那些衣服, 你車那些名牌版來的, 你那些師奶不車就行, 但師奶說, 我還戴了眼鏡, 又車得好鬥車, 結果什麼呢, 都沒有用, 講多一件事, 這可能呢, 就會是, 有刑事成分幫我都要講, 就是, 不凸不快, 有見過的情況, 就是, 試過, 亦都是某大公司, 輸入車衫的那些車衫女工, 那呢, 好壞不壞, 因為呢, 他們要見過什麼人的記錄, 要給政府部門看的, 是, 政府部門看呢, 那就看了, 如果你的老闆很笨, 這個女人來的, 我不請, 那我們就交叉他, 政府就不讓他輸入, 是呀, 譬如, 試過, 做過什麼呢, 那個的, 老人院那些護理員, 我們只請女人, 不請男人, 因為所有很多, 長命的都是女人, 還有要噴水喉, 見到他欲罰相見不行, 結果, 就不讓他輸入, 那家老人院, 搬到那些, 那些老人的家屬出來, 哎呀, 你, 你叫他, 他們自己的老母, 給人家要噴水, 就是這樣, 就是出道到這樣, 那, 倒過來, 那個的, 我又亂了, 真是慘了, 精神怎麼這麼萎微, 不要緊了, 那, 講到哪裡了, 我死了, 講到你, 噴水, 是的, 噴水, 那些, 那些人就, 那些人就, 為什麼這麼緊急, 這麼緊急, 哎呀, 糟了, 我真的亂了, 大家各位, 因為我最近很多做的精神很萎微, 是啊, 其實呢, 二三八呢, 每晚加班, 為了做這個節目, 其實派來做得很, 很厲害, 不過, 講到一個故事, 等他想一下, 好, 我自己呢, 見到一些外勞, 很多現在的香港的外勞, 不是真的外勞來的, 嗯, 因為呢, 很多的婚生子女, 是, 就用那個配額, 就是說, 照顧老人家, 是, 那在大陸呢, 就申請那些, 過了十八歲的子女, 因為他老了, 是的, 你要照顧我, 他又不會回去退休的, 家庭全聚, 是的, 那其實呢, 就是很多這些的工種, 是這些人下來做的, 因為這些人呢, 一定是廣東人, 是的, 因為你能下來, 你爸爸媽媽, 那你下來, 他們本身, 除非在大陸, 是做建築的, 如果不是通常來講, 在鄉下, 地方, 惠州, 清遠, 站江, 陽江這些地方, 梅州, 他們可能, 不是, 是實際的, 他們都是三四千元, 五千元人民幣之間, 以前, 二十幾年前呢, 幾百元, 是的, 如果那時候, 因為現在才真正批這些, 其實這些都, 雖然外農也可以, 你說他引入專財也可以, 我不知道他實際是怎樣, 總之這些下來, 現在基本上, 紅霸了很多的行業, 對呀, 多人軟的也是, 是的, 很多, 因為他懂得廣東話, 那他找五六千元, 淡仔阿姐嘛, 淡仔阿姐嘛, 萬五千元, 大家拿一隻萬三千元, 我現在記得, 為什麼那裡有一樣東西呢, 就很重要就是, 如果那個老闆, 你告訴他, 男人我不請, 女人不請不行, 太老我不請不行, 我特意找他六十四歲放射的, 這個中年而已, 六十歲計, 六十歲是中年而已, 他六歲大一點而已, 不請又不行, 試過有個車三的老闆, 也是很大的, 即是大機構來的, 他直接報回來一張東西, 我為什麼要說他的官容呢, 報出來, 寫明這個人, 因為年紀不請他, 這個人因為他, 其實應該不行的, 你知不知道, 這張來到的時候, 本來呢, 這個政府部門應該是打交叉, 就是不讓他輸入的, 但是問題呢, 因為這個人, 跟某個高官, 有交情, 某個高官, 就認識這個部門, 負責管這個輸入外流的人, 就說一定要放, 結果, 其實呢, 廉主應該介入的, 他就通知那個人, 叫他再交那張, 教他怎麼寫, 減掉那些年齡歧視, 殘疾歧視, 性別歧視那些東西, 拿那張新的, 然後把舊那張東西, 在那個碎字機上碎下去, 所以他那間公司, 那些車三公又輸入到, 本來是要死的, 這個案子, 這個其實呢, 當然要爆出來, 廉政公署應該查, 但還是說一件事, 剛剛呢, 這個部門的頭, 跟廉政公署那個, 當時的廉政公署的頭, 是兩夫妻來的, 哈哈哈哈, 這樣, 即可以這樣說, 所以呢, 什麼叫官奴勾結呢, 就是這樣了, 接著說, 我們附送一個故事好嗎, 一個故事 輸入外腦吧, 昨天大彼說了一件事很有趣, 家庭團聚, 有些會來做淡姐姐或者什麼什麼, 現在就 오케이了, 有些香港的父母, 大陸的人就來到照顧他, 成年了, 那時候呢, 試過 有些小的公司都輸入外奴 以前那些是沒有自由行的 那個年代 第二件事是 那時又沒有這個 那個雙情症 練得很緊的 一定要差不多是子女 或者是老婆那些 才給你很直系的 如果是叔叔伯 阿侄那些就不可以 這個補充佬計劃曾經做了一個家庭團聚計劃 是先導來的 怎樣呢 試過有間藥財譜 心容海味不說哪裏 香港有幾間分店 大大地的 那個老闆姓鄭的 他接著輸入那些海味採購員 但誰不知呢 輸入了之後 買了一個Visa進來 全部都是姓鄭的 叫鄭鄭潮蜜 那個叫鄭潮蜜 這個叫鄭蜜潮 你見到就好笑 但他們認識 其實我又不怪他 他真的需要人 但過程就很痛苦了 跟他捏的時候 就因為那個人來見工 趴別人走 有很多投訴說要處理 講多一個故事 最有趣的就是 輸入爾拉 你有沒有聽過 這些很多時候有 有 但有很多很多 但那時候試過 我們做過一個案子 看過很特別的 是什麼呢 有一個人 是男人來的 他說要請一個博物館打理員 哇 二十六公鐘 沒有啦 可以輸入 要求很簡單的 就是什麼有中學 有什麼什麼 那麼申請 他的工作地點在哪 就是這個有錢人的別墅 為什麼呢 因為我買了很多古館 我打算將來將他申請做博物館 我就開放給村民 公眾看 那就要申請一個人幫我打理 沒問題 進了電腦就進了 三天之後 有個女人走上來 你不要讓他輸入 他輸入胡理精 不停說 接著 第四天 那個老闆竟然打電話來 我不輸入這個外路 我取消 最好笑 我要連那張 原本的原本 不如你輸入了電腦就沒有了 沒錯 他要求我們刪除那個記錄 要求政府幫我 就是大房間 加多一件事 還好笑 還有 好像那些人捉完奸之後 那些什麼避孕套 紙巾全部要消滅 床單都要毀掉 就是什麼呢 我要拿回一張form的original 原本的form 影印都不准留下來 不要笑 我給了一張original 我拍下來 誰知道 就好笑 總會講講 其實還沒有講完 不過這個 叫做topic 或者這個東西 裡面牽涉的太多東西 那 說回來 官商勾結很多 官奴勾結香港 第一就是這個case 所以呢 大家有時候憎政府都是對的 因為有勢力人士 無論去到哪裡 都會有勢力的 都會有勢力的 有些政府部門或者什麼 都會暗牽要幫他 你想想 大紅廣場 雲隻江 車三 狐狸精 全部共野一路 當然講了很多 不過今天講到這裡 好啊 拜拜 拜拜 女士的頭髮不夠強韌 男士又有中年危機 地中海的煩惱 找對一隻洗頭水是很重要的 要激活無狼 控油去屍 固法 欲法 防脫法 我們推薦韓國JW洗戶系列